MING PAO TORONTO 疫情持續不想出街在家裏有什麼事? 不如幫他們拍照 今天會介紹幾款APP 可以幫到大家和他們很方便拍照 寵物很多時都會動不停 大家可能就會用連拍來提高機率 捕捉主子最美的表情 而這款APP就可以免除這個麻煩 一開APP 其實它已經不斷拍照 用家就可以選擇連拍的速度 到用家真正按了快門之後 APP 就會自動保存快門前和快門後的照片 所以就算按快門那一刻慢一點 都還可以拉前一點選擇最美的表情 概念就有點像部分相機的預先拍攝功能 在拍主子時就非常實用 用了這個功能 很多時候都可以捕捉到意想不到的畫面 好像今次就拍到它聯入搶人零食 APP 的後製功能亦都算齊全 可以提供四張和九張的拼圖功能 這樣就可以完整地看到主子的表情或動作變化 還可以選擇用不同的比例來輸出 亦都可以合成GIF想在Instagram Story或其他平台分享都適用 想引主子望鏡頭就不內乎用聲、玩具 如果都是沒有反應 用殺手選零食就百發百中了 這款APP 就主打用聲音來吸引主子的注意力 分別是狗的叫聲、哨子和玩具的聲音 還可以課金賣更多的聲音 不過實際效果就因主子而異 今次主子就只是對哨子聲有反應 這款APP 除了可以拍Live Photo和錄影之外 就沒有其他功能 沒有第一款APP 共吸引 提下大家 如果用手機拍照時 就要有足夠的光度 否則手機自動用萬塊門 主子就會變成牙通牙 最近Sony和Nikon都相繼為旗下的相機 加入動物眼睛追焦功能 開了之後就會自動偵測動物的眼睛追焦 怎樣動都不怕走負 如果想拍高質的主子相 都可以考慮一下升級